欢迎来到月亮说,小编真的很赞叹流量花杨子的格局啊,长相思里他甘愿半丑半土,将一个操汉子文小六给演得入目三分,果然杨子只要想搞事业,一出手就是王炸,并且作为妄夫体制的他到底有多强呢?小编整理出与杨子最具有CP感的十位男演员,长相思三位男主谁跟他的呼声最高呢?他还带火了邓伦,李宪,罗云熙,并且和肖战。 任佳伦擦出过火花,但和谁的CP感最强呢?一起来看看吧。 与杨子最具CP感的男演员一,长相思里的邓伟。 这得妖精的CP大家觉得怎么样呢?不得不说,长相思中的四位男主真是吃了不少流量红利呢,而增益最大的就是这个邓伟。 无论是剧中的人设,剧外的涨粉量等各方面来看,他明显高于其他三位,剧中小妖还是文小六的时候,他们俩的CP感就已经直线飙升。 对于邓伟来说,他在古装剧中一直都很出众,像是《御龙》以及《长月静明》中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这次他饰演的涂山景,一开始直接以叫花子的形象登场,而后面的装造也不是很华丽,但他的颜值仍然很耐看。 这也引起了网友们不少话题,果然只要长得帅,不需要靠衣装,简单的不衣也照样能够凸显出神眼啊。 而且,邓伟和杨子的CP感也是网友们最喜欢磕的,她对小妖实在是太好了,不但一心一意,一直为她着想,最后她们还一起隐居在了山林中,不问世事。 如果小编我是杨子的话,我肯定也会选择夜时期这样的男朋友,嘿嘿。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网友建议邓伟应该去顶替林更新,补拍杨子的进播剧青簪行,这样大家又能磕杨子与邓伟的糖了,对此你怎么看呢? 与杨子最具CP感的男演员2,《沉香如蟹》里的诚意。 杨子与诚意站在一起,也让人觉得非常般配,一个冷静帝君,一个搞怪小仙女。 其实看这部《沉香如蟹》,超过80%的观众,都是为了磕糖而来。 他们在剧中的表现,也没有让观众们失望。 其中印象深刻的是,当英渊双眼受伤被蒙住时,严旦仍不忘搞笑,直呼, 你是不是做到什么好梦了?梦到你自己心爱的女子。 此话一出,英渊突然变得十分激动。 正准备回击她时,严旦就不按套路出牌,拿起一个水果就塞进了英渊的嘴里。 事实上,严旦就是在明知故问,深知英渊心里最爱的只有自己,而她的反套路操作,给全网观众都撒了一大把狗粮呀。 不少观众都表示,这堂科的太粗不及防了,真是可谓甜度爆表呀。 这样的甜宠明场面还有很多,比方说,护丝眉毛,屏风之吻等等,二人只要同框出现,势必就会上演一出好戏,有笑有泪,有甜有孽。 而比较遗憾的是,那时候的沉香如蟹,正好与星汉灿烂和苍蓝绝壮党,虽然有流量明星的加持,但热度却不如其他两部居高。 大家要是支持杨子与诚意的,评论区举个手哦。 与杨子最具CP感的男演员3,长相思里的谈剑刺。 长相思里呼声第二高的就是这对妖柳CP了,香柳虽不是官配,但她和小妖的CP粉却越来越多,原本这一对可是原著党心目中天花板级别的CP哦。 也让读者们感受到他们之间的化学反应和火花的碰撞,非常深入人心。 而在剧版中,有很多杨子和谭剑刺拉扯的戏份,大部分都不是通过语言表达,而是眼神在说话。 小妖每次看香柳的眼神,都觉得她好像有千言万语要说给小妖听。 但是她什么也不说出来,这简直就是大陆剧典型的不长嘴系列啊。 其实香柳自己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爱上了小妖,一直默默地为她付出,不求回报。 不过这两人的演绎也算是从小说里走出来的香柳和小妖了。 不得不说,这次谭剑刺在剧中的白发造型真的是帅惨了呀。 再加上与杨子的默契搭配,两人的火花也引起了网上超高的话题度。 而遗憾的是,香柳最终为了天下而牺牲了自己,没能跟小妖在一起。 因此,你会喜欢这一对吗? 与杨子最具CP感的男演员四,余生请多指教里的肖战。 这两人的配置简直是王诈级别呀。 去年肖战和杨子的余生请多指教满足了多少粉丝的愿望呀。 但两方一部分粉丝也在网上互撕过,而必须承认的是, 这两人的合作真的展现出顶流联手的超级魅力。 不止首播时,流量冲破了41亿, 他们在剧中也从不打不相识到逐渐相恋, 更被观众大赞CP感爆棚。 你大提琴手与男一生的恋情浪漫到极致呀, 连拍摄花絮的影片都充满了CP感。 不仅如此,当时在星光大赏后场时, 肖战帅气上场期间, 杨子还用超大嗓门对着肖战喊加油, 肖战听了特意转身,面带笑意地握拳回应杨子。 而更好磕的是,肖战在舞台上帅气地打招呼后, 突然就看向了后台。 目光锁定是在看什么呢? 镜头一转才知道,原来是杨子在后场呀, 这一幕真的让很多观众都磕到了糖。 因此,还是有一大堆网友许愿他们能够再次二大的, 而屏幕面前的你,会支持这一对吗? 与杨子最具CP感的男演员舞, 香蜜沉沉进入霜里的罗云熙。 长月静明的罗云熙,搭档长相思里的杨子会是什么样的呢? 罗云熙在《香蜜》中饰演的是男二润玉, 虽然那不是杨子的官配, 但仍有很多粉丝都喜欢磕这一对的CP。 小编感觉这两人在古装造型和气质上还都挺般配的, 如果下次能够一起搭档演仙侠剧那就太好了。 而值得一提的是, 他们两人拍完香蜜后也依然保持着良好的交情, 之前有网友曝光, 他们在横电拍戏时, 杨子在拍摄青簪行, 正巧遇上罗云熙在隔壁拍摄浩一行。 然而杨子竟然对罗云熙大喊了过去, 你拍戏好好加油, 这个画面真的十分有趣。 真期待他们能够再次合作呀, 以罗云熙长月静明后的人气, 配上杨子。 这不又是一个王炸组合吗? 嘿嘿。 与杨子最具CP感的男演员6, 香蜜沉沉进入霜里的邓伦。 爱便是你实实处处, 不想跟那个人在一起。 这天地世界, 岂有我旭凤巨八重。 在香蜜中, 杨子和邓伦的合作被网友堪称是完美无缺哦。 剧中看旭凤和小葡萄的恩爱日常, 也心甘情愿被他们虐得体无完肤呀。 而这两人不仅在剧中展现了出色的演技, 剧情甜蜜又感人, 幕后花絮也时常可以看到他们打闹的画面, 而且还在戏外也展现出了亲密的友情。 两人经常在微博上互动, 互相调侃和夸赞, 也在采访中表达对对方的欣赏和感谢。 两方的粉丝也十分支持他们的友情, 也期望他们能够再次搭档。 然而比较遗憾的是, 邓伦因卷入逃漏税风波, 因此他和杨子几乎不会再有三大的机会了。 与杨子最具CP感的男演员妻, 天机之白蛇传说里的任佳伦。 可惜我没有时间教你, 其实你一直都很恶不惜一战, 你要将人带走。 如果马上有一部新剧, 由杨子和任佳伦搭档主演, 那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呢? 之前这两人在白蛇传说里, 许多人称赞杨子的哭戏演得特别好。 称赞任佳伦用眼神演戏真的太绝了, 尤其是子萱对小白蛇的各种宠溺。 即使白蛙蛙学习偷懒, 子萱也不忍惩罚, 更是为了她大战仙界, 违背失命等等。 还放弃了飞生成仙的机会, 白蛙蛙也是各种依赖子萱, 卖萌撒娇, 还为子萱偷盘桃等等。 这种甜宠的风格, 当时也很受观众们的喜爱, 纷纷评论道, 然而一部分网友也给了差评, 说杨子和任佳伦更像是完成自己分内的工作, 各演各的。 感受不到两人之间粉红色的气息, 演技好不等于CP感强等等言论。 但小编觉得剧中的虐恋其实也挺好磕的, CP感并不输相密的官配。 同样有很多粉丝求任佳伦和杨子再次二搭呢, 下次他们俩再演个古装剧吧,嘿嘿。 与杨子最具CP感的男演员吧, 长相思理的张婉毅。 若她死了, 但我总是抱着万一的希望, 奇迹她还活着。 其实我也不是一个好哥, 好吗? 苍玄和小妖的CP粉实在太少了, 喜欢妖玄CP的在评论区里站出来哦。 毕竟男主的人设塑造真的是很难吸到粉, 有很多网友说, 苍玄一开始竟然没有认出小妖来, 还打了小妖鞭子, 还把她的腿也打断了, 后面为了权利还娶了好几次亲, 在她心目中果真是权利比小妖重要呀, 以至于这一对大家纷纷表示磕不下去。 但小编认为, 如果不用恋爱脑的眼光去看, 表哥真的挺值得的, 大家都想要岁月静好, 但总要有人负重前行呀, 而表哥就是在负重前行, 他最终选择了权势, 也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小妖, 就像第一集, 他早已说明他想当西岩的王, 为了保护好亲人。 近日, 《长相思的古运美照震撼》发布, 这组双人大片, 让观众们见证了他们的默契与情感, 也引发了一阵阵的磕糖狂潮。 与杨子最具CP感的男演员酒, 亲爱的热爱的李的李线。 你们期待看到李线和杨子再次搭档吗? 当提到与杨子火花最强的男演员时, 绝对有李线这个选项, 在这部甜宠剧中, 他们俩的互动真的甜蜜无比, 撒糖不断, 不仅让该剧成为爆款, 杨子还一下子, 把李线给捧红了, 流量直接疯涨了一波, 这就是杨子的妄夫体质。 而除了在剧中, 杨子和李线的私下关系也特别好, 相处起来就像兄弟那样, 在幕后花絮中, 两人的相爱相杀也十分搞笑, 尤其是每年生日时, 两人定会在微博上 祝对方生日快乐。 还有很多的CP粉, 公开喊话杨子和李线, 想要刻一个现实版的CP, 你们期待吗? 与杨子最具CP感的男演员时, 《女心理师》里的景博然。 你看, 你初恋陪了, 那要不, 我把自己陪给你? 我总算明白了, 你都心里不做人, 我不是, 你说什么呢? 这部《女心理师》本身的热度, 就不是很高, 以至于这对CP的话题度也比较低。 虽然单从杨子和景博然的颜值外形上来看, 两人的同框画面也是蛮有火花的。 而遗憾的是, 这部《女心理师》比较注重职业剧情, 感情戏份比较少, 高田互动也不多, 也只有为数不多的相互治愈情节, 这就让观众一点也磕不起来。 好了小伙伴们, 评论区看看大家, 杨子会和谁的CP支持度最高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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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